女人想泡你,常说七句话,你一定遇见过 说为男人虽然经常泡女人,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想被女人泡,你想吗? 想的话千万别错过这篇经典文章 当一个女人想泡你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这七句话,你一定遇见过的吧? 第一句,我感觉到孤独无聊 一般情况下,女性只会在最好的女性朋友或者异中人面前才会这么说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说孤独无聊,那么你千万别傻了 陪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吧,哪怕只是逛街吃饭而已 第二句,你是不是很累啊?我感觉你应该找个地方去休息休息吧 如果女人主动对你说感觉你累了,是不是要去找一个地方舒服的休息下了 那么她可能是想和你一起静静的坐下,聊一聊或者讨论一下你们以后的感情发展方向 第三句,我今晚比较清闲,没有其他安排 女人说晚上有空,这意识已经非常明显 晚上有时间和你一起共度凉宵 男人们,面对这样的女人真是有福呀 都不需要你主动的,人家主动约你呢 第四句,我以前的情人和你长得比较像 当女人对你说你和她的旧情人长得像的时候 就是在向你表达爱意 作为男人,你接收到这样的信号的时候 就要勇敢大胆地去和女人约会 第五句,你现在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衣呢? 我猜是白色 虽然现在社会比较开放,女人说话也比较直接 但是当一个女人问你内衣颜色并自己猜色的时候 这看似玩笑的话语里面还暗示着其他的意思呢 这时候男人就要顺着女人的话接下去 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她,她猜的不对 如果女人这个时候再猜是其他颜色 你就一直说不对,并坏坏地说 要不我们到房间里面去看一看吧 第六句,想进来喝一杯吗? 超级经典诱惑的句子 相对应的一句是 不想请我进去喝一杯吗? 这也是一种一样的邀请 不过更有情调而已 第七句,我这边有一部新电影,可以一起看吗? 既然女人都这么直接和你说想和你一起看电影 你还不明白她的意思吗? 她是想和你约会呢? 这个就不用我替你解释了 赶紧行动吧 感谢观看